伴随鼓声选手们奋力向前滑 2018年第13届精神杯传统龙舟锦标赛 1号在台北社之道百林桥下开赛 吸引不少族人报名 有人参赛是为了拿下冠军名次 也有人参加是为了和朋友一起运动 有音乐老师也有打棒球的棒球员 磊球员还有各个运动员 来加入我们这一队 这一次组队我们也是自己花钱 然后组队大家想要运动 在都市要找到办运动很难 我们这场比赛准备了差不多两个月 每天晚上都有加强训练 所以对于这次的比赛 应该是十足的有信心 台北市龙舟协会理事长提到 每年举办精神杯传统龙舟锦标赛 是希望透过龙舟赛事达到跨竹群交流 这个龙舟在比赛到今年已经十三年了 那原住民的那个选手 基本上在龙舟都占有很大的优势 然后他也因为我们长期有在交流 那这个比赛只是说 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主办单位表示 精神杯传统龙舟锦标赛 今年约有35队参与 虽然不是大型赛事 但未来会努力扩大规模 让选手有更好的竞技舞台 原始新闻南部大陆台北市采访报导 是 那边都是 对 对